你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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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姑姑 你怎么起来了 你给我躺一会儿啊 华小妖女 你还真把我当真病人了 我这出来活动活动 正好给你把饭做了 不用 我待会儿带石头 上食堂吃去 上食堂吃啥呀 我在家给你们做了吃 正好把那蘑菇给做了 大姨 我来看你了 小霞来了 真乖 大姨 我想顿子哥哥了 顿子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大姨也想他呢 爸爸说你生病了 大姨不好好吃饭 所以就生病了呀 所以小霞要好好吃饭 秋雯 听说你生病了 你听谁说的啊 你甭管谁说的了 我是不是带小霞过来看看你 给你带着点东西过来 不用了 史医生 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小霞 小霞 我给你带你 小霞 谢谢你来看大姨 你把东西背回去吧 大姨不用这些东西 快跟爸爸回去吧 史医生 你赶紧带小霞回去吧 我病还没有完全好 别传染孩子了 好 那你自己偷包风 快回去吧 小霞 咱们走吧 花姐姐 蹲子回来了一定要告诉我哦 小霞 走吧 来 怎么了 来 土豆 好 来 福 来 天忠 师傅 一看就是一个有天分的人 我这两下你都学差不多了吧 还是师傅教的好 对了 师傅 这个是我这一月的公司 这工作钱都给我 等于你一分都没攒下呀 师傅 咱们这管车管住 我又关棍一个 花不了什么钱 再说了 我还没出师呢 没出师挣的钱都是师傅的 讲究是个爷们 那以后你就来当这个大厨吧 我就当这老板了 师傅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 我思路大了 赶不动了 这个店以前 我一当老板 又当厨子 那是因为 一呢 不要找到这里面的人 二呢 就为他收钱 如今好了 你出图了 我就可以安心心来 探望到老板了 好 那么 不愿意干 不 愿意 愿意 当然愿意 那就行了 这个 就给你当厨师的红包 师傅 你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这又不是就是会 谭主 好好干 你比我出师多了 谢谢师傅 姐 要原豆 好 来 妈好 你说现在来咱们二食堂的人 是越来越少了 这每天的饭菜都卖不完了 这情形都好一阵子了 现在外面开的小饭馆多了 大伙都上外面吃去了 都说小饭馆的味道好吃 还实惠 你说咱们二食堂 开了这么多年 卖了这么多年的菜 老是这几样 就这个味道 大伙不爱吃吃腻了 也不奇怪 邱文 据说上头要关了二食堂 你听说没 没有啊 要是真关了二食堂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那是铁饭碗 我说是二食堂倒了 就是这场子倒了 我们有国家管的 四不三 你不要怕 开脆说得是 咱们可是铁饭碗呢 文字 你尝尝哈 这是外国做的 桂花糖藕 这是糖醋小排 你尝尝看好不好吃 那那那还有这个 特别有名的烤肤 尝尝看好不好吃 怎么了笨子 外婆烧的菜你不喜欢吃吗 我不喜欢吃这些 那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大黑鱼 大黑鱼 好啊 明天外婆去给你买鱼吃 我不要买的 我要自己抓的 我们家后山小河子那种鱼 端子 这是上海 不是你们乡下 没有河也抓不到鱼 外婆不是跟你讲了吗 你现在是上海人 不要总惦记乡下那点事 好不好 笨子 吃东西的时候 嘴巴不能发出 这么大的声音 不礼貌的 好 顿子 顿子 外婆怎么教你的 你比别人现吃完了 应该说什么 我 外婆我吃饱了 您请慢慢吃 妈 擦擦嘴巴嘴巴 还 依儿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这孩子从小在乡下长大 真正成了一个乡下小女了 依儿 顿子 怎么了 哭得这么委屈啊 告诉外婆出什么事了 外婆 我不喜欢这里 我不喜欢这里的学校 我不喜欢这里的天气 不喜欢这里的吃的 我都不喜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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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苦了啊 外婆知道 你现在就是不习惯上海 等你习惯了你就会喜欢这儿的 你本来就是上海人 你就应该属于这儿的 这什么呀这是 不是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我看看 怎么把这儿都放在这儿呢 这块手绢我是让你 用来擦擦鼻涕擦擦嘴巴的 不是 你把这些东西都藏在这儿 你想干什么呀顿子 我 我 我想给妈妈他们带回去 这些好吃的我想给花姐姐 石头他们带回去 顿子 你是 一直想着都要回去吗 我想回去 好吧 好吧好吧 回去吧 你回去 你就再也不要来上海了 再也不要来看外婆了 外婆 我还是想回去 不是我不知道 这上海哪儿不好了 上海好 可是 我想妈妈 想花姐姐 想石头 想龙肌肠 都到齐了吧 都到齐了 那我今天来啊 就是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 咱们厂的这个食堂数量过多 属于重复建设 严重浪费资源 你看咱好几个食堂 连年亏损 是吧 尤其以这二食堂作用严重 经过组织上决定 将这个二食堂啊 承包给个人经营 刘厂长 这这啥意思啊 是是让我们二食堂改参饭管咱 你不能这么说啊 承包以后的食堂 还是食堂嘛 只不过让咱们厂的后勤企图 就更有活力 但是大家要清楚这一点啊 只是承包 不是转让 刘厂长 这二食堂承包出去了 我们怎么办啊 住手 这个我们跟承包方谈 原有的职工尽量留用 如果实在留不下了 那常理解决 清楚了吗 所以呢 承包二食堂这个事 优先于咱们本食堂的员工 看看有谁有这个意愿 你们回去准备准备 等常理通知 好不好 好 刘厂长 每年的承包价格是多少 目前还在研究 大概一年在一千块钱左右吧 一年一千哪 我的天 那还拿过来承包啊 那太贵了 那那什么都肯定亏本子啊 就是 那哪赚得回来呀 好了 决定我宣布完了 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 散会 先生慢走 来 我说 我如何做成功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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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大姑姑 怎么了 大半夜的数啥钱啊 大姑姑 大姑姑 怎么了 是不是出啥事了 是出事了 石头被转给个人称狂了 大姑姑 怎么了 那你工作怎么办呢 我打算把二十堂盘下来 把二十堂盘下来 啥叫盘下来 就是我想成为二十堂 有厂长说了 咱们这些员工啊 有优先权 只要出的价钱一样 二十堂的经营权 就归我们了 大姑姑 你前几天不是说 石堂一直在亏本吗 外边开了那么多小馆子 食堂都没人去了呀 二十堂是亏本 那是因为经营的不好 老是那几样菜 味道又不好吃 谁来啊 那肯定比不过外面小饭馆 我要是把二十堂接下来 就要把二十堂做成大饭馆 外面买什么菜 我们就买什么菜 而且啊 比他们味道还好吃 价格比他们还便宜 我就不信没人来 再说了 咱们尝那么多职工 都是吃着二十堂的饭菜长大的 冲着这招牌 应该也亏不了 那万一要是亏了呢 是亏是赚谁也不知道 那总是博一把吧 要不然不是混吃顿死啊 万一二十堂被别人承包了 不要我们这些老职工怎么办呀 厂子里总是会管你们的 厂里现在效益也不好 二十堂不要我们这些老职工了 厂里的奇法岗位更没找落 以后咱们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我得早做打算 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 以后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我就是觉得 这二十堂是个机会 我一定要拿下来 大姑姑 咱们有多少钱啊 两百三十七块五毛四 明生啊 我们广播站要参加宣传课的联欢会 我觉得颜色不错啊 好 好 你听说了吗 二十堂要关门喽 看来呀 某些人要丢饭碗喽 你去哪儿啊你啊 你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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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擦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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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厂第二十堂因经营不善 连连亏损 现第二十堂转捞个人 承包费一千元一年 有意承包者请到厂长办公室 咨询流程人 舅员 你们二十堂要转给个人了 那你怎么办 开罪 林草不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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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啊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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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二十堂 承包的告示出来了 我出来了 好多钱啊 一千块钱一年 一千一年啊 还真是的 我的天哪 你上那么个破市堂 那肯定谁承包上一亏本呢 那真是抢钱呢 完全是呀 要不得要不得 开罪 我想承包 小子 我想把二十堂承包下来 咱们来经营 你疯了我 一年一千年啊 还没有上亏本的钱呢 你真是 李晨报上来你养成衣哪 这 这 这要不得 所以你听我说啊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说这二十堂 赔钱因为什么呢 为啥 三个问题 第一 不懂得经营管理 所以经营不善 第二 那个菜也太难吃了 连咱自己都不爱吃 说明什么 那菜确实难吃 不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啊 第三 缺一个像我这样的 经营管理者 不是 你认真听啊 开罪 你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 好 好 我在厂办当主任的时候 我看了大量的 关于管理的书 咱要是把二十堂 给承包下来 我一定会把这二十堂 经营得有条不紊 菜式上面更没问题了 你的川菜多好吃啊 开罪 你听我说啊 要真的把经营管理抓上去 把菜式改进了 二十堂一定能挣到钱 一千根本不叫事 真的到钱 肯定能挣到钱 你能挣到啥子钱呢 如果真的能挣到钱 那还能能让你来承包啊 你真是浩子看见 你起来打熬的心裳没有 你呀你就安安心心地 等着餐给他安排个工作 我生气上罚了他 乖 拜拜 你还以为我跟你说 这事你会很兴奋 反而我跟你讲啊 这事啊我想试试 我不同意 雷厂长 林秋文 来来来 进来 有事啊 我是想问问那个二世堂有人承包吗 眼下还没有人有这个医院 怎么林秋文你要承包啊 你要承包我们可双手欢迎哪 对 来来来 咱们坐下呢 来来来 说什么 有什么想法 刘厂长 说实话我是特别特别想承包二世堂 可我这个资金不足 连第一年的承包费我都付不起 那你现在有多少钱 两百多不到三百 这差得太多了 那个 刘厂长你看能不能这样啊 你跟他通融通融 我再去借一点 我先交一部分 剩下的等年底再交好行不行 刘厂长 这二世堂啊 是国有资产 像这个承包费什么的 那都是厂里开会研究最后定下来的 我现在虽然是厂长 但是我也不能说条怎么就条人了 你说是不是 就算 这个承包费可以分期付款 那你 你是差得太多了 那刘厂长 你说要是能奉机付款 第一笔款大概付多少合适 那这个问题 那得在厂里开会再研究研究 那我看啊 首先付五百肯定是必须的 剩下五百呢年底一次付清 我明白了 要不你这样 你还找个合伙人 你们一人一半合伙承包 你看 这第一呢 解决了你的资金问题 第二呢 有人帮你经营 这不两全其美吗 是啊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找人合伙 可是 找谁啊 你们二十堂你问一问 谁有愿意承包的 这个二十堂啊 包给你们本十堂员工 这厂里也放心 你们对这个二十堂还是有感情的 我相信 你们一定能干好 这一块一块好 这两块儿 那是不三的 不三的 你能那一块儿 我相信他 有空是不三的 肆头 徐姐 你看到没出完 真成报给个人了啊 以后咱们可咋办哪 徐姐 你过来我给你说个事 是 要不咱俩把这二十堂盛包了吧 你说什么 我说 咱俩合伙把这二十堂盛包了 你看一年算算 一人也就缺五百块钱 你疯了吗 林秋文 盛包这二十堂 你不怕赔死啊你 去吧 喝水 王开翠呢 他跟盲盲出去玩了 你找他有事 我是找你们有事 其实先跟你说也行 就那个承包二十堂的事 你有兴趣吗 就问你有兴趣啊 我特别想承包下来 但是我钱不够 那个 不过我找了刘厂长 他说只要首期付五百就可以了 剩下五百的 年底赚了钱再补上就行 我现在只有两百多 所以刘厂长建议我 找一个同事合伙 一起承包二十堂 你想找我合伙 是找你跟王开翠 找你们一起 我们两家呢 可以分的钱各出一半 然后赚的钱也可以平分 一家首期的话 就付二百五就行了 秋文 我跟你说啊 我特别看好这个二十堂 是吗 所以这样 咱别首期付五百一家 付二百五多难听啊 你手里不有两百吗 我给你拿八百 你赶快把这个钱 拿回去找刘厂长 咱们赶快把这事定下来 行 那三百算我借你们的 到时候等我有钱了给你们补上 还可以算利息 行了行了 你别跟我说利息的事 我给你拿钱去啊 这事得快 你不跟王开翠商量一下呀 不用 这事我能做出啊 我给你拿钱 十二百一家 我给你拿钱 那么多钱 并不理你 你给你拿钱 我去拿钱 你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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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伯 秦伯 莫莫她 一直觉得对不住 没有 阿姨一直对我很好 秦伯 这钱赶快拿着 你真的不跟王开雪商量一下 不用 这事就这么定了 赶快拿钱找刘长长 把这二十堂的事定下来 别回头让人抢了先了 好 拿着吧 好 我这就去找刘厂长 我走了 刘厂长 二十堂我们承包了 这是首席的承包费 这么快就找到合伙人了 是啊 谁啊 董元朝 董 董元朝 好 林大 你 你 你们俩会不会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刘厂长 你是担心厂里人说钱话是吧 是 放心吧 刘厂长 这些年我跟董元朝一直都是同事 我们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怕什么呀 再说了 我这不是找人合伙承包食堂挣钱吗 我目标一致 只要我们自律自尊 相信别人也不会有什么想法的 注意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这个等厂里先走程序 等程序批下来了 你们就可以正式地经营二十堂了 谢谢刘厂长 今天算得很安逸 五六个玩儿啊 在外头玩 就我们家毛毛啊 最乖 真是很开心哪 现在还能继续玩嘞 喊他都不回来 你就让他继续玩吧 一场啊 写啥子呢 我这些 金银计划书 我已经把二十堂给承包下来了 这是清早承包的呀 不是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已经把二十堂承包下来了吗 你找个就不听话了你 真是啊 你说你非要承包里恩是不信息 那个二十堂已经要垮了 不对呀 不对呀 不是说一千吗 找个你给了别个八百啊 有一个同事 我跟他一起打算合伙经营 我借了他三百块钱 说哪个 开心你听我说啊 这事我一点都没想瞒你 我说了你不许生气 这是老公啊 林秋文 撒撒 林秋文 你听我说啊 他也想承包经营 所以呢我们打算合伙干 就这么简单 你两个又想胡搞在一起是吧 不是你看你说话那么那么难听的 什么叫 就是大家一起合伙 把池塘承包了一起经营 就这么简单 不是 那你两个耍在一起 那我能不胡想吗 我再说一遍 就是合伙承包经营 你也得参与进来 然后咱们一起干一番事业来 开心你相信我啊 一定能挣到钱 不是 你就是想承包食堂是吧 是 好 我同意了 我们家出一千 这二食堂就是我们家承包下来的 他林秋文的钱我提给他 你听我说开串 开串你听我说 开串 大姑姑 真承包啦 手续还没批下来 不过已经差不多定了 那承包下来 咱们怎么做呀 我想 只要我们勤劳可干 破真架实 把菜的味道做好 卫生搞好 肯定不会亏本的 行 大姑姑 那以后我放学了 我就去帮你干活 你个傻丫头 你好好读书吧 食堂那儿大姑姑就能顾得过来 不好丫头啊 回来以后啊 你得帮大姑姑好好照顾照顾石头 没问题 石头 妈妈以后就要忙啦 以后咱们的日子啊 肯定会越过越好的 越过越好 越过越好 我爱你 塞北的雪 飘飘洒洒满天遍野 你的屋子是那样的情 你得 跳 还塞北的雪啊 还艳阳天喽 擦得蛮开心嘛 你来干啥 滚厉城市 花丫头 带石头回屋 快快快 快快 老开翠儿 有什么事吗 林秋雯 你到底是啥之意思 你要承包食堂 你国人承包去啥 你找我们家元朝干啥子 承包食堂这事吧 元朝正好跟我都想到一块去了 算是不谋而合 所以就决定一起承包了 不谋而合 你找别个不谋而合去啥 我跟你说啊 你要承包你国人承包去 你别找我们家元朝 我倒是想自己承包啊 我不是钱不够吗 我搞的笨蛋你钱不够啊 那你直说啥 那谁要得啊 这个是他 我跟我男人一起来搞 我们俩来承包 跟你没得关系啊 钱我已经带来了 两百块钱是吧 来 你拿起 都还给你 那你啥之意思啊 你拿起 这些我不会要的 我不可能退出 林春你 你怎么跟个狗皮高游一样啊 你怎么连的被个甩都甩不掉啊 我真是啊 还你钱你要不要 要你拿钱 你自己又拿不出来 你 你啥之意思啊你 承包食堂这事是我决定的 我肯定不会退出 不会改变的 好吗 好吗 你要承包食堂 你自己承包去啊 你别找到我们家来啊 我们家跟你没得关系啊 你自己拿起 你 causing 她是一张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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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能闭 你自己把手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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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呢 好 好 丹子 外婆想跟你聊聊 可以吗 你呢 想家 想农机场的妈妈 这些外婆都知道 也都能理解 但是 你想过吗 你待在农机场 跟你留在上海 可能会是你这一辈子的人生 都不一样了 明白吗 那好 外婆讲给你听啊 你如果留在上海 你好好念书 读完高中之后 你可以去考一个好的大学 大学毕业以后 你可以当医生 当老师 当一个卫武的警察 甚至你可以做一个 特别伟大的科学家 就是说你想做什么都有可能 那你待在农村怎么办 你不要说大学了 你能把高中读完就不错了 便以后怎么办呢 你去点你妈妈的办 还是等着招工进场 招工你要招不上呢 你是留在城里打工 你还是到乡下去种地 再说 你看看我们这上海 多大的地方 多美丽的城市啊 好吃啊 好穿好玩的 要什么有什么 乡下有什么 除了山就是山 哪比得了上海呀 还有你知道 当年那些知青 为了争一个回城的名额 他们费多大的劲呢 你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 能留在上海 为什么你不珍惜呢 你告诉外婆 我说的这些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 乖 听明白了 我们以后就 不再提回去的事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告诉外婆 外婆 我还是想回去 这本日记呢 是你妈妈生前写的 你可能看不太懂 外婆念给你听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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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妈妈肚子里听到了吗 妈妈 能感受得到 你一天天地长大 宝贝 你放心 不管将来的路有多难 有多苦 妈妈 一定把你平平安安地带大 宝贝 你今天踢了妈妈好几脚 妈妈都感觉到了 你生出来 一定是一个好有力气的小孩 好想看看我强壮的小家伙 宝贝 还有一个月 你就要和妈妈见面了 这段时间 妈妈真的好辛苦 躲躲藏藏 心情胆战 但是一想到你 妈妈就什么都不怕了 妈妈知道 还有你陪着我 陪着我一起吃苦受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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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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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不是说休息也带你们俩去镇上玩吗 我明天有点事 改天再带你们去好吗 行 大姑姑 你忙你的吧 我带石头在家玩 大姑姑 你要去哪啊 总没吵架 去他家干啥 有事啊 不行 我不放心 你不能自己去 我陪你去 怎么 你还怕我跟王开翠打啊 你是不会跟他打呀 可是保不齐 这个小钢炮要跟你闹啊 你个贵丫头 你怎么也叫人家绰号啊 城里人都是这么叫他的 他脾气可不好呢 说炸就炸了 反正不行 明天我得陪你去 我可不能让这个小钢炮欺负你 哎呀 华丫头 怎么说你也是晚辈 不要乱叫别人外号啊 你放心吧 我不会跟他吵的 妈妈说的 你都听懂了吗 那还回去吗 坏婆 你听过林秋文妈妈的事吗 林秋文妈妈 林秋文妈妈什么事啊 妈妈 林秋文妈妈 想起来 你真的懂吗 对 与世文看